鴨尼州是全球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島嶼 這個香港南面只有1.3平方公里 但聚居8萬人的島嶼 就面對著港燈向承規會申請 計劃在這裡興建1,200個房間的酒店 即將成為全香港島最大的酒店 話說港島區酒店的平均房間數目就只有214間 就算現時最大規模的宜東和萬例海景 都各自只有800多間房 為人熟悉的銅鑼灣富豪酒店 都只有400多個房間 解約承規會批准興建1,200個房間的酒店 就等於有3間富豪酒店 開始在海宜半島和西村居民的家樓下 各位居民 你有接不接受到呢 其實 南區區議會早就表態反對興建千房酒店 居民都遞交了個萬份的意見書 可惜港燈繼續漠視民意 霸王硬上宮 不停藉著《承規條例》的漏洞拖延會議 搞到承規會過去一年都沒有機會作罪中審批 鴨利州只是住宅區 沒有人落見旅遊巴倒塞車路造成交通樽頸 好像塵灣那樣 旅客人滿為慢的情況 居民早有聽聞 我們只是希望保留寧靜安穩的社區生活 南區萬事屋呼籲各位 這個星期五 公眾諮詢的限期戒滿前 將反對意見發送去承規會 可疑不是旅遊區 酒店一間都然多 我們不得到 好 好